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到非常熟悉的產品 就是PCS奈米應用科技中心 可是呢這次我們並不是要介紹大家熟悉的引擎鍍膜 因為我相信這個產品大家已經非常的熟悉 而且也看膩了 我們這次呢所要介紹的是全新產品 大力丸 在我正式介紹大力丸之前呢 我們先來探討一下引擎動力升級需要做哪些的改變 首先呢你可以從軟體部分就是像引擎的電腦改寫 然後在硬體部分呢你也可以透過 更動渦輪、節氣門、頭段甚至排氣管以及噴油嘴 來讓你的引擎馬力提升 可是呢更動這些東西呢 你對於你的保固啊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這次所要推薦的引擎大力丸 它是可以透過液體 讓你的馬力可以直接瞬間 而且是有感的升級 所以呢口說無憑 我們在這邊邀請了一位車主 來讓他體驗一下我們這次所成品的大力丸 大家好 我是F30這台車的車主 然後我這台車呢 它是2.0渦輪增壓引擎這樣 然後你目前這台愛車呢 你有做了什麼樣的改裝升級 我目前寫了排氣管中尾段 然後還有電腦 很簡單 這就是電腦跟排氣管 所以做了這項升級呢 有達到你所想要的目標 或你設想的感覺嗎 之前寫完電腦的時候 我覺得在中高速的時候 我的踩踏的一個過程還蠻順暢的 只是說換了排氣管以後 你反而在市區上面 會有出現所謂的Turbo Lag 還有所謂的渦輪延遲 還有低速比較軟的一個情況 就等於說你目前現在這台車呢 低速可能扭力比較沒有那麼的飽滿 對 所以呢這次呢 我們就是讓它來體驗一下 大力丸對於它的愛車 BMW F30的升級之後呢 會不會得到它所想要的感覺 好啦我們經過了一個禮拜的 施作以及測試 我們終於完成了這一次的BMW 大力丸的一個加持 我們首先呢來談一下大力丸 這是什麼東西 大力丸其實就是一個奈米的材料 藉由液體來加入引擎裡面 然後做一個金屬表面的改質 改質之後呢 它就可以讓你的整個引擎的動力 性能提升 當然口說無憑 沒有數據來講 我現在三輩者也不會太相信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有做了一個0到100的加速 我們沒有上馬力計 可是我們有做0到100加速的實測 在未試做之前呢 0到100加速達到的成績是6.3秒 可是在我們試做之後呢 這個成績非常的驚人 它進步了半秒 達到了5.8秒 如果論一般的改裝來講 你要進步到半秒 它必須要提升25匹馬力左右的 一個機械的改變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數據 在我實測0到100公里加速呢 它這個東西讓你的引擎動力輸出 表現非常的順且快 它並不是什麼猛爆的一個加速 而是一個非常飽滿的線性的加速 所以當你在0到100公里加速的時候 你其實並沒有感覺到成績應該會進步 可是實際出來的成績 就是讓你非常的驚豔 而且進步的到半秒 達到了5.8秒 所以大力丸這個測試呢 以及它的實際效用是非常的大 當然我們還是要請這一次的車主 來說一下它對於這次試做大力丸之後的一個感想 那我當初試用這個產品之前 我也是覺得半信半疑 那試做了以後 我覺得說我在可能在紅綠燈 可能要起步的一個過程中 它的TurboLag的一個延遲性減少了很多 瞬間的那個加速的一個感覺 低速的一個感覺也滿不錯的 尤其是你在油門在一直踩踏的一個過程中 它的動力是一直往上升的 我會覺得說 好像後面有一隻手好像在推你一把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這次試出來的一個成績 我自己也覺得說滿新鑰 對 超乎我預期滿多的 所以有達到你失作之前的一個要求嗎 我覺得有超過 超過 反正更好 對對對 超出預期滿多的 那如果是以你這樣就是大力玩這個東西 這個產品可以達到你預先要求的一個感覺 那你會推薦其他的消費者來使用這個產品嗎 當然我會 其實這個東西我覺得好東西 我覺得應該要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滿推薦我朋友去試著去使用這個產品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所以大力玩其實在我們整個一個禮拜的測試下來 其實它非常的有感 這一台實作的BMW 它的一個私作的價格 我們來給各位消費者參考一下 它是1公升的機油對應到100cc 所以它這台車用了600cc的價格是3萬5 然後如果你對於這個大力玩有更多的想法 以及想要體驗的一個感覺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聯絡PCS奈米科技應用中心 老闆呢都會非常詳細的告訴大家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然後喜歡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